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大家分享的烧行音阶 现在和大家分享C调的拉行音阶 拉行音阶是从无品开始 我们从看侧面的点可以快速找到 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无品 从上往下数第二个点 这个白色的点 就是无品的一个位置 拉行音阶 我先不打开揭拍器弹一下 好 这个就是拉行音阶 我们弹奏的时候呢 打开揭拍器 然后要唱出每一个音 这样的话便有我们一样成两号的乐感 好 我们开始 打开揭拍器 打开揭拍器 好 这个就是C调的拉行音阶 如果是弹错的话很正常 我们截拍器速度就放慢一点 就是放慢的练习只要是弹对的情况下 正确的情况下 一点点的去提速 而不是一上来之后 截拍器速度调的特别快 或者是根本就不用截拍器去练习 这样的话是一个 就是练习 如果你这样练习下去 不用截拍器的话 你弹歌曲呢 可能就忽快忽慢 所以要用截拍器 好 今天呢 还发现一个新方法 那么就是 我们拉 西 刀 对吧 我们找到刀这个音 从刀弹到西 再从西弹到刀 这样的话更有助于 我们记这个纸板上的位置 比如说这个 拉 西 刀 低音 拉 低音 西 中音 刀 我们找到中音 刀 这是中音区的 从刀到西 好 我们就弹这个C调的 拉行接的 从中音区的刀 弹到中音区的西 好 打开这番信 好 这样我们中音区就知道了 我们弹高音区的 我们打开这番信 弹两遍 弹错了 对吧 弹错了音 然后可能找不到 再弹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指法的问题 要养成一个指法 刚才我弹错了 是因为这个指法出现错误了 因为我之前练习呢 一直是从这个拉 拉行接的 拉 拉西刀 然后一直弹到这个 一弦的拉西刀 今天呢 突然发现 其实可以从刀弹到西 这样去练习更好一些 在以前的技术上 这样练习 但是如果你刚开始练习的话 很容易出错 从这个刀 提童的 这种 当中不能做 我们的筒刀 提童的 但能不能做 是一个 经纪 我们的筒刀 我把接拍器先关掉 刚才我弹错了 是因为这个速度呢 太快了 如果是太快了的话 我们可以把接拍器速度调慢 弹正确为止 因为你看这个刀这个啊 高音区的刀 吸完了就是刀 对吧 半音 这个止行要注意止行 是用这个中止按的 这个要注意一点 好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吧 总结一下吧 就是你练习的时候 能要打开接拍器 而且要去唱每一个音 你可以练完整个音机 比如说拉起音机 整个练完之后呢 再把中音区和高音区的 从刀到锡的音呢 打开接拍器 然后跟着再唱一遍 然后弹一遍 然后就是这个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感悟吧 好 如果你也在自学其他的话 可以关注我 你的点赞和关注呢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好 再见